到了科學會錄的時間 上個星期我們就講過 那個曼哈頓計劃和德國的原子彈計劃的分別 但是我想提出一個疑問 就是這個曼哈頓計劃 其實那個影響不像在原子彈製造的 它是不是造就了很多 後來成為美國第一線的科學家呢? 這個可以數到很多 你說科技上 我會這樣提 它造就了很多科學家 我待會講一下一兩位比較重要的人物 但是如果單單單是由那個鹽分原子彈所產生出來的專利權 是非常之多的 因為它始終本身是一個運用能源的手段 產生出來的威力很大的一件事 它是一個將能量很集中運用使用的一塊東西來的 你說的原子彈就是這樣的事 而且這件事是其它 現存其它的能源 是沒有辦法做到的這種境界來的 所以當時很有趣的 去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各個部門的人員 他們都有權優先去claim他們自己項目帶來的專利權 譬如 講得簡單一點 有一位有份參與的就是 Richard Feynman 李察輝曼 他參加曼哈頓計劃的時候他還有一個年輕人 他只是周圍搗彈而已 但是他參與的時候 他就長有說過 有幾個專利權就歸了他 和他研究小組的 主要是有幾個歸了他 就是講一個用原子彈去製造的一個發動機 好像一個噴射引擎 接著就是那個叫做核子噴射引擎的專利權 原來就在Richard Feynman的手上 在一段時期裡面 但是他後來就很便宜 他都用硬碩利 sitten賣了出來的 他自己 manusia 他們太多招待 entwickel 但是其實你看到今天我們還未發明到 一個由核子發動的噴射引擎的 但是到了今天也有人繼續有興趣去研究這樣 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發明到這一點 我們去上火星是會變得更加可憐 即是那個原子能科技 它出來之後 它對於整個科技的界別 帶來了很多新的衝擊 是 整體來說 這個對於新一代的科學家來講 是不是一個試驗場 令他們可以測試到自己的能力去到哪裡呢 我想大家當時參與都是為了找一口吃的 其實都是 但是很有趣的 大家研究人員很多時候就逐水草移居 哪一道研究資源多就走去哪一邊 隨著這個二戰轉入冷戰 在這些原子能研究的資源一直都有 所以你會發覺有很多科學家 那它就繼續去追隨這些武器的研究 做完原子彈 又做氫彈 又做中子彈 又做那些康裝彈 一直這樣下去 但是同一時間呢 有一些 你想都想不到的 譬如如Richard Feynman 這些 它就歸於這個理論文理層面的研究 另外有一些譬如對於X光研究的那些專家 因爲其實在一個核子反應裏面產生了大量X光 然後你想看一下分子結構也都要用X光 這一幫曾經參加過曼哈同計劃很熟X光的人 其中有一位就走去研究這個DNA 那個就叫做Maurice Wilkins 他有份和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一起拿這個諾貝爾獎 其實我會說在一個另外一個角度裏面 訓練了這一幫這樣的原子能的科學家出來 而這些原子能科學家不是個個只是物理學家來的 而是很多人很喜歡有其他學問的涉獵的 有些去做過界之後 就原來對於其他界面給了一個很大的影響衝擊出來 原來有些去到說這個人類意識的研究 和這個人類的基因資訊的發言 原來你會發覺都有曼哈頓計劃的痕跡在背後 好了 我們要講講這個Richard Feynman 剛才你提到他在裡面很搗彈 其中一樣東西我們所知就是他喜歡開甲慢的 你怎麼解釋他這種嗜好呢? 或者先不要解釋他當時做過些什麼呢? 其實你去到 即是被派到任何一個任務場所 當時應該說Richard Feynman 去那個叫洛沙拉莫斯 洛斯亞拉莫斯國家實驗室 今天都還是非常積極地運作的一個國家實驗室 當時去搞這些這樣的原子能計劃的人 就扔到那裡了 那裡就夠了叫天不應叫地不民 所以是一個好像可以很秘密的地方 當時都沒有人造衛星技術 你去到那裡沒有人煙 荒原周圍你駕車駕很久都找不到人 那些地方最適合就是用來 困著一班科學家做一些古靈精怪的研究 這個也是因為這些國家實驗室的色彩 令到在這個冷戰時期 其實就有很多那些神秘傳說的 就是第五十一區 就是那些很古怪的東西 其實很多的研究其實是跟這個冷戰有關 跟對付蘇聯是有關的 那Richard Feynman 去到那個地方 我只能夠說悶 沒什麼要做 但是基本上有什麼書就看 有什麼學問就轉去蒸 那他有一段時間自己就很喜歡 就去到處試試開鎖 學一下怎麼開鎖 去破別人的鎖 那其中一個情節我自己還記得就是說 因為在諾斯亞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裡面 很多的尤其是跟原子能有關的 那些這樣的文件是要保密的 所以他們買了很多這些 有密碼鎖的文件櫃在那裡 然後當然你有文件櫃你要發密碼 然後Richard Feynman經常做一件事 就去看看哪一個密碼是破得到的 然後裡面留了一張詞條 留下一個線索 或者甚至裡面拿走了一些東西 拿走了之後他不是自己吃了 是將它放在那個人的另一個地方 然後告訴別人 你這件事被人動過了 當然他這個可以拿來去認真 自己又沒有被人發現到 然後他看到整個實驗室的人 就V-R鬼叫 會不會很慌 會查來查去 可能就覺得一個很有趣的惡作劇 但是很有趣的 在那個環境裡面 又包容了Richard Feynman的倒彈 這個又要多得好彩 就是他自己的背景 身家背景比較清白 他本身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中間也都不被人抓到 他和蘇聯有什麼關係 所以在那裡的時候 他就算在裡面倒彈 都不會有人認為他是蘇聯間諜那些東西了 但是他其中一個發覺就是他就說 我們已經給了這麼多錢去買了這麼多隔板 為什麽你一夜就破掉了這樣 然後Richard Feynman一句說 你給了很多錢買這些隔板 但是這些隔板 每個人都在出廠的時候 都是用那個 default的password 說你們又不改password 其實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問題 全部就是0000 你每個人都在出廠的時候是0000 你自己不改 全部就是0000 給你破了 打開了 接著有一個就是更離譜 有一個就是 雖然他是有一個密碼鎖去扣住 但是他竟然發覺在一個櫃裡面 例如後面拆開一塊板 是可以將整條鞋拆下來 基本上鎖是廢了的 基本上整個鎖 整個櫃本身的設計是很有問題的 就令人很容易就可以由背部 穿櫃桶底去摸一些東西的 Richard Feynman不是只是靠這些運氣的 他去解那些這樣的普通的機械鎖 他都有自己的心得 但是他不說怎麼去聽 就是拿那個醫生聽通來聽聽 裡面怎麼去插文碼那些 他是純粹為了解悶 然後他就去破解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東西他拿來玩惡作劇之後 其實最後的結果就是 幫助到整個國家實驗室 去提升他的保安的水平 你猜如果今天他還在山上 他會不會變成一個hacker呢? 這個真是不知道的 對於他來說呢 他認為去hack這個物理學的奧秘 是更加有趣的 我想其實你說去做一個hacker的那種talent 和去hack這個科學的秘密 就像愛因斯坦、Richard Feynman 這些人 去hack這個自然的奧秘 我覺得那種發燒程度都是同一種的精神來的 不過就是你喜歡在一個algorithm裡面 去hack進去 去找別人的back door 找別人的漏洞 還是去找一下這些萬物 就是背後的那個真理 去hack那樣東西去解釋而已 但是你看他的行為 他似乎對任何事都覺得是一種 problem solving的technic來的 那以他來說是這樣的 他在他的生平裡面去解釋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會是 他純粹去 就是他想 也很願意去拿去其他不適合的經驗 來去融入去自己的新的理論那裡 就是自己玩到沒東西玩 就去看看那些飛碟怎麼轉來轉去 竟然最後將這件事 用在他的量子電動來學那裡 然後就怎樣將一些現有的量子電動來學解釋 自己找一個新的解釋下去 那樣東西叫Find and Path Integral 給一個富裕的新的演繹下去 那這件事就是 我想他自己一個個人之處就是 他不只是去將一些未解的問題去做研究 很簡單 而是他很有興趣 他將這個已經大家認為已經有答案有解釋的東西 去找一些新的方法重新演繹一次 那這件事是在他自己的教學工作那裡 融合他的研究工作那裡的最大得著 那後來穿梭基爆 為什麼要找他做那個失事原因的調查者呢? 其實你問我 我想他真的是 第一是他拿下會議長 第二是他已經接近退休年齡搞得閒了 第三是他本身真的有一個很強的溝中能力 那我想就是從這幾樣東西找到他 就是你本身找一個還是很... 通常你都要找一些老資格 老行 專門可以鎮得住其他人的那個人 來去做這件事 那我又覺得找到Richard Feynman 去負責去主持那個挑戰者 那個調查呢 又是挺神來之不的一件事 因為你問我呢 雖然那個穿梭機升空 很多東西就是由民理的原理去決定 但是在實際上那個機械操作層面呢 其實很多東西呢 都已經是超出了一個民理學家 他的專業範圍以外 但是依然可以找他來做這件事呢 那我想就純粹是因為他有一種 有種聰明之餘 還有一種溝通的能力 就覺得他最適合的人選了 而且他後來找出來那個失事的原因是很簡單的 失事原因就不是他找出來的 但是他找到一個方法去present給別人聽 那個失事原因其實是可以怎樣去理解的 就是他就拿了一條橡筋去綁入玻璃杯口 來表示那個部分就好像這樣了 這條橡筋現在凍了頭呢 凍了頭就怎樣 硬了 裂了 他原本為什麼這麼冷呢 我們就是沒有看到那個標準 他是比想像中冷了 我們都不理 於是他就裂了 裂了他就困不住那個杯口 於是乎那些東西一爆的時候 整件東西就爛了 這樣 其實他就變成用一個很形象的方法 來去講這個故事出來 但是裂面那件事是不是普通的一個橡筋圈 這麼簡單呢 又不是的 其實就 如果你真的樣樣細節都講出來 就大家一頭無水都聽不明白 嗯 換言之他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科學的 科學譜的溝通專家來的 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所以為什麼在今時今日呢 甚至乎我們科學新鮮 特意選他出來講呢 就是因為無論在那個科學研究 還有那個教學啊 還有在那個工作形象裡面呢 他也是一個很優秀 很特別的人物 而且適逢他 原來他也是跟這個馬哈頓計劃有關 所以我們的回憶就一直這樣飄過來了 是啊 但是馬哈頓計劃裡面呢 群星湧然 非常之多 但是記住 Richard Feynman都是猶太裔的 在裡面 我想佔了那個比例是相當高的 那你覺得希特拉當時趕走大量的猶太裔的科學家 對他來講 對德國來講是一個致命傷呢? 就是 這件事他自己又不稀罕了 因為他自己可能看到自己 那個民族本身已經有足夠多的優秀的科學家 可能是這樣 我想過 就是去到這些純粹是拿民族仇恨 就是來去判別是非的時候 那很多東西都會弄的了 就是等於你現在這個世界 你要怎樣防疫 你不用科學標準 就是用自己的喜好 用自己的信念來做標準 就是當然有東西會弄的 是啊 但是要借補錯的 Richard Feynman不是在德國的 他雖然是猶太裔 但是他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來的 現在恆治那個位置都非常的美國 他出生的 他本身出生的時候 那個祖家就在紐約 我叫Far Rockaway的地方 其實我是很遲才留意回 就是我自己當時看Findman的傳記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字沒什麼感覺的 是到我自己去美國讀書 讀到後期的時候 我發覺Far Rockaway 就是這條死人地鐵線 踏到最盡那個緣木人燕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位置基本上就是 紐約市的最東邊邊緣海岸的地方 你問我那個地方像什麼 就是像一堆防波堤而已 其實基本上就是 就是在大西洋那裡蓋過來的浪 就不會蓋 蓋到這個比較內陸的地方那裡 那裡我想冬天也很難捱 也很荒蕪 只有一些本身是拿來去度假 就是有時候那裡始終就是一個紐約比較邊緒的地方 我以前不流行坐船 坐飛機去旅行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去到這些市郊的地方度假 就是我會形容那些位置就像什麼呢 就是像你現在的人說去黃金網岸那些這樣的位置 就是去入屯門度假的概念的 那你說的不是現在的黃金網岸那時候是在說 一到這些夏天那些季節很旺人的 一到冬天就會死直了 那他自己也都說了 他本身那個人的個性呢 就跟他在這個Far Rock and Ray的生活呢 都有一些關聯在那裡 是什麼關聯呢 最主要就是那時候夠狂 那很多東西呢 你要靠自己弄 那你呢 也都不會叫到別人進來 Far Rock and Ray幫你弄的了 於是他很習慣 家裡有些什麼壞了呢 就自己下手算了 尤其是他那時候自己第一次弄 他在這個轉機就特意說 他怎樣去弄壞了的商機 那時候那些商機那些 還不是說原子粒的嘛 是說一大塊 不知道有整塊的那些 燈淡 幾塊的那些東西 那些電容 諸如此類有幾塊的那些東西 那他自己這樣找些替代品 一手一腳自己搞定了 就是令到他們說令到自己就是很 其實你發覺美國人也是的了 尤其是經歷過戰後那些東西物資缺乏 又窮 那些東西又不想給錢 全部都是自己搞定的事情 於是對於那些機械結構那些原理 那些東西 下手下腳做的那些就是 似乎就是 有人就說 美國人就與生俱來拿著士巴拉出生 這樣有沒有這樣的說法 是啊 所以他講了 他不是很喜歡看書的 所有東西都是從頭自己 自己摸一次 自己摸一次 這個是最好的學習方法 但是我們希望 其他學生都這樣做 就不要讓人都教老師自己 老師說什麼你就說什麼 他不是這樣的 好 我們今天節目差不多了 再次公祝大家新年進步 希望來年2023年再跟大家見面 是的 我們應該2023年一月都還會和大家見面一次 是的 沒錯 我們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梁錦祥工作室 以及按下小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